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我们讨论的作文题目? 试写作一篇文章,说述你对一位老师的感谢 上一次我们已经讨论过文章的审题和选材 相信大家已经初步选定了写作材料 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学文章的主题,即是为文章立意 我们讲过主题好比文章的灵魂、主碎 所以在我们下笔之前,除了审题和选材之外 千万不要忽略了立意的功夫 今天我们再深入一点,谈谈立意 立意,即是为文章设定意志 这一步的功夫,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首先,立意要正确 文章的意志是要表达真实的道理、思想和感情 给人正面的启发、美好的体验 大家可不可以举出课文为例子呢? 记不记得读过《老讯》的《一件小事》呢? 里面表达了对小人物善良行为的赞赏 和对自己冷淡态度的检讨 第二,立意要集中 我们写作文章 首先是要学习突出明确的主旨 表现出一个重心 切勿东拉西扯 你可不可以举出课文为例呢? 还记不记得《罗冠》中的《阳修之死》 文章虽然很长 记聚的事件也很多 但是主旨是非常鲜明和集中 揭示了《阳修之死》 是因为此才放抗的性格的关系 第三,立意要有深刻意义 我们即使是写着平凡的小事 也都应该从中发掘出意义 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可不可以举出课文为例呢? 在《朱志清》的背影里面 文章重点描写父亲到对面月台买骨子 这个纸是十分平淡的小事 但作者就可以在里面 体会到父亲对他的爱和关怀 写起来十分之感人 现在回到我们作文的题目 大家除了选材之外 有没有为文章定下主旨呢? 根据题目的指引 文章的内容必须要写出 老师对我们的关怀和教导 而且抒发对他的感谢 问题是 除了以上的内容共通点之外 大家是可以根据自己特有的感受 而带出不同的意义 令到文章更具有你个人的特色 看一下这个例句 高尚品格 无范就是这个的主旨 那这句的主旨又是哪几个字语呢? 就是犯错 指露明灯 和迷途之反 再试试找下这句里面的主旨是什么? 你找不找到这几个字语呢? 各位同学 还记不记得文章的纳意要注意什么呢? 想想 看下这个答案 是否是你记得的一样? 以下是一个作文的题目 请你根据你可以搜集到的题材 为文章定出主旨 有两点是让你参考的 有点理论 你可能不看下这个项目 我想起来